哈喽各位美女子你们早上好 现在是美女子的早上护肤时间 先来打一个就是水在脸上 然后我一般早上会用这个瘦脸的这个推露机器 大家说我最近就是好像脸瘦了点 我觉得跟这个机器还是有点关系的 就是会有那种电流的感觉 然后这样提拉着面部 早上一整个大排毒的状态 杭州最近天气真的蛮好的 然后这不是三四月份开始了 就是杭州很多音乐节马上要开始了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什么准备 四月份五月份的音乐节 我都还蛮想去的 我已经都买好票了 最近我不是都会到那个户外去学车吗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紫外线是我们变老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预防光老化就非常的重要 最近用的是这个晒晒晒他们家的粉玫瑰精华 它是一个小众的解决光老化的护肤品牌 然后它这个外观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你平常就是摆在你的这个化妆台上就非常的高级 那它这个质地呢就是这种水状的 那它这种质地呢就是可以在确保你补水的同时 有效抗氧化跟紧致肌肤 你们看它这个上脸也非常好吸收 就完全不会黏腻 就水灯灯的 这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复活草萃取物 所以它可以抗出了跟抗氧化 我觉得我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对我这个眼下的这个干纹跟细纹的改善 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我使用也差不多快半个月了嘛 我觉得真的是我的皮肤就是细腻亮白了不少 给大家看一下我第一天跟最后一天的一个对比 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我学车这段时间的必备神器了 那还是我们这个快乐空底的克颜式面霜 我真的好希望快点把它用完 我好换新的 因为其实我夏天的时候 不怎么太需要用这种高保湿的面霜 我一般夏天的时候就是用水跟精华就OK了 然后接着我们是这个防晒 我今天啊今天就是 女明星的行程就是先去把团团送去洗澡 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喝美式的人的 所以呢我就打算天天去打卡一下杭州 据说很好喝的一家美式咖啡店 我真的不明白我这个痘痘已经将近快一个月了 就是一直不消掉 就是影响女明星的颜值 今天这妆容啊也没啥特别的 我们就快速快进 大家肯定也是主要就是想看美女出街嘛 就是化妆这个环节就可以快速的略过 哦对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常喜欢看我出哪一类的视频 因为就是我感觉平常我出那种就是聊两性类的话题 大家还蛮喜欢看还有开箱类的视频 感觉就是妆容类的视频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够了 如果就是喜欢看就是在这边就是我列一下 就是开箱视频或者是两性话题就是唠嗑类的 然后还有那种外景啊什么的乱七八糟 我就列一下 大家喜欢的记得在弹幕里面抠哦 抠数字 哎对了上一次就是给他 他剪指甲的时候就是感觉给他磨的不是很好 就是说有有就是最后就是 就是他那个指甲就是会滑人 对对就是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谢谢啊谢谢啊 谢谢啊 然后这个小套 我们先到这个店了 我点这个手冲 有什么草莓 银点一会儿看到这个羊 这个店真的超级超级小 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 你是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 就想看介绍的洋肉那一会儿 然后有16 然后后地有一会 是不是有 还有caat shields 很痘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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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perseverance 所以我今天这身look也特别好看 我打算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装扮 大家看一下我的全身look 上身是一个这样子的喇叭袖上衣 不 这个衣服去年就买了 我觉得我耗子有点买大了 这个裤子在我的穿搭视频里面 也出现过很多次了 这个小包包很可爱 这个颜色就是很春天 今天天气太好了 一定要出去一趟 然后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我准备跟我妹妹的一个朋友 她正好来杭州玩 然后我带她去那个天幕里 最近有一个周六的集市 我们打算去玩一下 其实呢可能也并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今天天气真的太棒了 你们也可以看到这光线超绝 所以我打算出门拍拍照啊什么的 就是让心情愉快一点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就是经着买桃花可以招桃花 所以就是我赶紧在河马上买了一单 吸吸桃花器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这边人就还蛮多的 我们刚才堵车了大概40分钟 今天终于到了天幕里 然后我朋友也到了 来say hi hello 好看 能吃吗 能吃 能炖 这个蘑菇还能炖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小狗狗 可以摸摸吗 今天天气真的太好啦 披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动吗 可以啊 怎么动啊 这个是最近做的比较好 这样可以 你自己可以搞 这个好了吗 可以拿 好好笑哦 嗯 hello今天是周一 然后今天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 然后我早上今天很早起来就开始工作 因为我下午约好了跟我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 然后虽然我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去打羽毛球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什么 就是我只是一个精致时髦的爱运动女孩 那我现在就戴上我的羽毛球拍 然后一会儿去我朋友家 我们俩就出发去黄龙体育场啦 现在已经到了 开始吧 中场休息一下啊 浅攀一下吧 咱们俩就是有这种奇怪的默契 现在是周二 然后我打算跟我朋友去一个 我们一起非常想吃的小酒馆去吃午餐 我们直接跟馆长玩 这个最好可爱 看一下这个蛋哦 这是什么冰淇淋吗 现在是每天晚上的学习小型汽车驾驶技术的理论 那这个是杭州市汽车驾驶人需要学的书目 一共有两本 其实我感觉这两本书的内容都差不太多啊就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看这个书啊看了再多也没有做题有用 现在是刷题时间 但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软件可以用来刷题 然后我一般就是在这坐着的话团团就会跑过来然后上我的腿上 让我抱他 陪姐姐学习吧团团 姐姐给你个小肉杆你下去玩好不好 你吃不吃 你要不要 我给你一次机会啊 你要不要 那你要不要 你不吃我吃了啊 我吃了团团 我吃了 你要不要 好吧那你走吧 我给你们看一段这个 其中的一段客戒真的是 特别诡异 就是还有男女生打情骂俏的情节 尬五了尬五了 真的我不管看多少编都觉得很搞笑 太好笑了吧 就是做客戒这人咋想呢 为什么就是会设计出这么一个桥段呢 做腾腾 做 手收 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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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嗯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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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收 手收 来 另一个 嗯 再来 嗯 再来 嗯 趴下 趴下 嗯 好吧 我 了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